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冰与火演员吐槽西双版纳 王一博说印象不多 原因让人肃然起敬 一部击毒剧如何能做到震撼人心 却不流于表面化 正在热播中的冰与火 已经初步给出了答案 而这一切是编剧和导演思考的结果 是全体演职人员努力的见证 更是王一博、陈晓等几位主演艰辛付出的回报 艰辛之路 从西双版纳的文字开始 冰与火 是一部依托云南边境基督真实案例和真实人物而改编的电视剧 所以拍摄地点就选在南京城市西双版纳 也许在大家的认知中 西双版纳位置独特 动植物丰富 人文风貌极具特色 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对于 冰与火 剧组来讲 由于不是去旅游 而是在那里长期驻扎 深度融入 所以演员们的感受可能会稍有不同 不同在哪里呢 在一段访谈中 几位主演就集体把西双版纳狠狠吐槽了一遍 但这些吐槽不存在消极 也存在抱怨 而是倒出了拍戏过程中他们首先要克服的困难 也就是外来者在西双版纳生活绕不开的三大难关 变化莫测的热带与灵气候 强烈毒辣的高原日煞和令人生味的蚊虫叮咬 关于西双版纳雨水太多 天气时阴时晴的问题 陈小深有感触 说这样太耽误剧组的进度了 老戏骨王静松也深以为然 但他表示克服的条件只有一个字 忍 当然雨水多 空气潮湿给大家带来的困扰 远不及蚊虫叮咬那么严重 从王一博 郭小婷到张玉琪 高小阳 演员们都表示出了对西双版纳毒蚊子的惧怕 高小阳说 被这里的蚊子咬到后 保准你一个星期都好不了 张玉琪则用自身遭遇证实了高小阳所言非虚 他说有一次他被蚊子咬过后 胳膊上全是肿起来的包 戏直接就拍不下去了 可见情况有多严重 对于演员们的这番吐槽 很多网友估计不太能够带入 但如果你是云南人 想必就会非常理解了 在广为流传的云南十八怪中 有一条就戏称三个蚊子一盘菜 他说的就是云南这边的蚊子有多大 而西双版纳的蚊子又可堪称云南蚊子中的战斗机 所以谁被盯谁害怕 谁中招谁终生难忘 王一博说了一句话 背后原因令人肃然起劲 关于文字 王一博这边其实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 轮到他吐槽时 他先是夸了一下西双版纳的风景 然后却直接来了个反转 但是没有那么多印象 话说到这 都以为他对西双版纳不感兴趣 所以才导致印象不深 结果后来他倒出了原委 都没去逛过 就连赫赫有名的星光夜市都没去过 好家伙 在西双版内待四个月居然没去过 网红打卡点星光夜市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然而如果你对王一博在冰与火 拍摄过程中做出的努力有所了解的话 就明白他的苦衷了 可以说他是把在剧组的所有时光 都花在跟塑造成 与这位缉毒警察形象相关的事情上了 他拍戏的时候权情投入 每天的状态用摸爬滚打来形容 最贴切不过了 他拍戏之余毫不松懈 一直保持勤学苦练 看得出真的是在用一个 缉毒警察的体能标准来要求自己 他一有空就钻研剧本 琢磨角色 遇到学习机会随时认真记录 剧本的每一页都被他标注得密密麻麻 你说这样忙碌的一个王一博 哪还有什么时间去赚西双版纳的每个景点 哪还有精力去星光夜市打卡呀 有天赋 有态度 认真努力 将热爱做到极致 这是冰与火 导演傅东宇对王一博的评价 从这句评价就可以看出 在西双版纳围着拍戏连轴转的王一博 确实是脱下了偶像的外衣 真正成长为一名实力派演员了 王一博 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但愿你休假的时候可以重返西双版纳 完完全全放空自己 纯正地感受一次他的魅力 这样既能把遗憾补回来 又能重温自己在这里留下的珍贵记忆 岂不两全其美